我经常会想 我第一次演我的第一个电影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 但他演他第一个电影的时候 是这样的 我觉得他真的 厉害 其实我觉得这个拍戏 很多很多难听 学习车 记住 你慢慢的就是 真的往前发着的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怕的 是臭 因为也是 视为中国空眼长导者 虽然不能引导 青少年学抽烟 现在这个戏篮面 冲着其实是茶眼 我 你要是谁觉得有点强 茶眼其实挺强 非常强 好像 对 对啊 看得真的这么哭了 都是这些 他讲到个工作 然后去做 老大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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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角色也是我第一次尝试 演戏上的这些东西 对我是很大的魅力 小北这个角色其实真的挺难的 他才清楚 他会稍微有点疼 你可以松一点 但是你在拍的过程里面 其实很清楚 他对剧本 他对文字很明显 他其实很快就找到 怎么去表达这个人 应该是什么 一直在进步 一天比一天的表现都好 我们开拍那么多天以来 One take 第一次一次 可以拿进去 我觉得他完全超乎了 一个新年龄的表现 天使城安没有救人 他就冲 第一天他来到 他已经下令全新 让大家知道 我是天员 两千戏 OK 你好 演戏他的真实 特别有爆发力 他也很不希望 那个团在面壳的预扎 快死了 快死了 你们来 好帅 好帅 OK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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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吗 开心 我觉得他是一个 很善良的人 好 我先走 不要拖 不要拖 我已经有一点 把他真实跟小肥 团在一起 外表很冷酷 但是其实他的内心 非常的温暖 非常有可能性 他比小孩的时候 也受过很多困难 一个人刚出来 可是还没认识到 他的好的时候 其实也有很多人 攻击过他 所以我觉得 他是懂了孤独以后 他眼里面 是有这种感觉 有思想的东西 第一天 他跟陈彦 躺在床上面 当然其实也没跟他说 你找那段话 就好 其实他就近年的眼 也没得留下来 我觉得他是一个 受我苦的障碍 但他没有把那个苦 扎给别人 他能处理解 其他人去感受 其他人 他懂得别人 痛苦 我觉得那个是他 最可贵的地方 起码是近年了 他是我见过 最美好的一个少年 这个事也会了 像嬷 你 didn't 泼 我 不知道